最新的新闻现场 我们来看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天了 在野党因为不满两岸签了服务贸易协议 所以扬言说要霸占主席台 没有想到国民党更早一步 已经抢攻上了主席台 双方就发生了推起冲突 现在状况赶快请记者黄元元告诉大家 好 今天早上是立法院第三次会期的临时会最后一天 那一大早的男律立委就已经霸占了主席台 原本是今天早上是民进党的立委要先进行霸占主席台的动作 但是没想到国民党立委抢先一步 直接就从这个后门就先霸占了主席台 那么在这个大早上还发生了许多冲突的画面 我们来看看党的画面 这个国民党立委呢 好了 由于这个在野党立委呢 不满这个国民党立委呢 这个国务贸易主义的直接的天定 那么所以呢 那么所以呢 还有一大少的就是直接把这样子给其来 那么包括这个立委林淑芬呢 甚至还有这个在场内脱水的画面 那这个许多国民党立委非常的气愤 那么两大立委呢都表示说呢 这场真实呢将移去一直到中午 那么今天阵主席到底会不会过关呢 还要看下午的情况 那上去现场追星平行 我们将直接镜头的动作给棚内 又是似曾相似的这个画面了 立委诸公们又抢占上了发言台 那今天到底该审的法案在临时会最后一天 有没有办法通过呢 也要看看下午的状况了